- 诶? 诶?对,可以吗? - 因为我比拳打直的,扣了起来吗? - 等一下啊 - 没事,很疼啊 - 嗯?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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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シー - 过来,诶,你準備到底办法? - 这个要给那个,这一支 - 哦,好,好 - 你一点还是不給我帮你看 - 谢谢啦 - 呃,我要看你非常认真的的小猫 - 赶快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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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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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辦一個half birthday 那half birthday 顧名思義呢就是一半的生日 一半的生日什麼意思呢 你的一歲是一年 那你一半的生日就是半年 所以就是在半年前提早過生日就是half birthday baby's half birthday 意思就是他在六個月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這個我有特別去查過 在北美的文化呢 小朋友他們過生日的時候 就是在學校跟老師跟同學他們就會很開心 可是很多在spring break 跟summer break的小朋友 他們就沒有其他小朋友一起過生日 那那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很傷心很難過 所以學校老師就會給小朋友過就是half birthday 就是在半年前就先過了 這個birthday 像Mira是四月 四月生了嘛 那他的half birthday就是十月 half birthday 特別的是就是half 所以生日蛋糕也要一半 啊 base蛋糕也要一半 意義就是還蠻好玩的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一半 那我做的那個base蛋糕我覺得超漂亮的 我覺得大家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我請師傅的老闆娘幫我做一個一半的蛋糕 然後我這次的主題是藍白色 所以大家也都穿藍白色這樣子 好 那 就分享結束了 我們又多一個可以辦party的選擇囉 好 就這樣 see you next time bye